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经济的最新数据 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经济复苏出人意料强劲 这可能与援助以及快速重启有关 但是尽管上一季度的增长创下纪录 但是就业仍然是软肋 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让人感觉到惊讶 这部分得益于强大的政府援助金 还有在超低利率支撑下的消费者财务状况的稳定 就在三个月前 经济学家们还在为第三季度的年化增率是否是百分之十八来进行考量 而彭博社对于经济学家的最新调查显示 在周四公布的报告中 预测终止几乎是这一数字的两倍 是创纪录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 但是即使有如此巨大的季节性改善 经济仍然有一段路要走 二零一九年产值仍然低于之前二十一点七万亿美元的峰值 失业率仍然是危机前水平的两倍多 而疫情预计将在未来数月甚至可能数年内有增长限制 但是一系列因素的交织有致于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低估了今年的反弹力度 首先一些与疫情有关的商业封锁在数周内而不是数月内就解除了 使得零售销售得以迅速反弹 还有就是政府的应对措施 特别是四月份向许多美国人发送了一千二百美元的经济刺激支票 并在几个月内每周增加六百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这也是关键 而且可能比最初估计的更为有效 此外美国的家庭收入现在有更多储蓄 因为即使在减触政府援助之后收入的增长也超出了支出 此外经济快速变化促使分析人士越来越依赖所谓的高频指标数据 比如餐厅预计还有手机移动数据 这让人们能够更加实实地了解经济复苏的情况 但是也让习惯于使用包含传统指标的计算机模型的分析师们的预测变得更加棘手 现在零售的总收入仍然远高于流行前水平 而单户住宅开工率还有之前的自有住房销售则是十三年来最强劲的 区域性的制造业数据显示订单量持续增加 部分原因是库存水平被降低 而来自彭博社的经济学家则分析 数据证明了危机初期快速的货币和财政支持有效 再加上基数层面的预期 随着现在捷新放松低利率和较高的储蓄支撑了住房市场 还有许多品类的商品支出复苏 然而财政援助正在消退 再加上现在疫情复发的走势 类似的上行惊喜在秋冬季节看起来不大可能出现 此前创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推动了住房市场需求 但是也享受到了美国人生活偏好转变的影响 现在人们离开了城市中心 转而选择郊区和更加宽敞的住宅 这些住宅也可以作为个人办公空间 有经济学家说现在对于消费者的态度仍然不够乐观 他认为第三季度增长百分之三十四点一 而四月份的预测则是百分之十八 有很多人担心春季的财政刺激措施暂时提升了消费 而一旦资金流停止消费者就会停止消费 可预期的是到今年年底 经济将重新稳定在一个较为温和的增长速度 而病毒的再次出现和新的刺激措施的长期僵局 有可能会限制进一步的增长 而疫苗的时间和效果仍然不确定 即便如此有措施仍然有助于解释 是分析师对经济进展的低估 花旗银行和彭博社的意外指数 也就是衡量分析师低估或者高估趋势的程度 自从六月份以来一直持续向好 最大的惊喜或许是在大流行的早期 六月初的五月就业报告显示 雇主增加了二百五十万名工人的薪资 而预测终止是损失七百五十万 经济学家们被失业索赔数字误导 这些数字显示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 但是他们忽略了更多被雇佣或者是重新雇佣的人 此后失业率的下降速度快于预期 尽管九月份的薪资增长还落后于预期 失业金的申请人数仍然处于高于大流行之前的水平 而永久失业的人数也创下了七年来的新高 但是与此同时零售销售数据仍然是出人意料的稳健 九月购买量增长百分之一点九十三个月来的最多 超过了彭博社调查中七十五个预估值中的所有预估值只有三个除外 人们只是对于经济过于悲观了 川普总统的特别助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 在上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他说政府政策非常成功增长已经回来了 而病毒的治疗将进一步推动经济 民主党挑战者拜登在周四与川普总统的辩论中表示 为了帮助经济 他将寻求通过有针对性的关闭和疏导措施 来限制病毒传播 而同时拜登还强调了要给学生更多资金 帮助学校重新开放 无论谁赢得大选 经济复苏恐怕仍有更多工作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中国相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习近平和执政的共产党最大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 现在结束了为期四天的会议 主要是讨论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 最终的蓝图将在明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年度会议时批准并公布 而国家媒体在周四发布的全会公报中有一些关键细节 分析认为这是二零一七年五年一次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以来的第五次中央委员会会议 主要讨论的突出特点是目标更加长期 并且涵盖了社会经济的多个方向 其中多次提到了涉及到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首先是在国内生产总值目标方面 公报表示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超过一百万亿元人民币 这不只比二零一九年多了一点 也让中国有望以微弱优势实现此前提出的二零二零年十年内GDP翻番的目标 因为今年经济需要至少增长百分之五点六才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 而公报表示中国将在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五年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重点是更高质量增长 目前仍不知道明年公布发布计划时是否会为五年期设定数字增长目标 也没有提到未来几年GDP是否翻番的目标 但是补充说中国的目标是到二零三五年将人均GDP提高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其次就是双循环 习近平在五月首次提出双循环模式 中国将如何实施目前披露内容还很少 这样的一个战略主要是让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 主要依靠所谓的国内循环 并且通过国际循环获得外部资源支持 党在公报中表示将推广这一模式 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改革相结合 在技术方面投资者正在等待中国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的新步骤 这是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发展的关键 尤其是在美国扼杀对中国科技巨头零部件供应的情况下 公告表示中国将把技术自给自足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力争到二零三五年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 公报表示面对国际上新出现的挑战冲突 中国要加强国家安全能力 保持战略定力 公报还说国防能力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加强 在商品能源环境方面 公报表示中国将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对于大宗商品能源战略储备以及确保自给自足问题 公报没有直接提及 在改革方面公报表示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 但是没有细节 共产党重申中国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还将在产权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协调区域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现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沿海繁荣省份与内地发展差距也有所加大 而在人口方面中国正面临着专家所描述的人口定时炸弹 因为中国的老年人口在增加劳动力却在减少 部分原因是实行了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共产党在二零一五年的全会上决定放弃政策 而在周四的公报中公报表示 中国将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 但是也没有详细说明 在台湾香港澳门方面公报表示 中国将促进台湾与大陆统一和两岸和平发展 中国认为台湾是自己领土的一部分 必要是要以武力收回主权 而公告强调中国也会维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而来自纽约时报的分析则认为 这一次会议上振奋人心的声明中 特别提到习近平是党的掌舵人 肯定了他作为领导人的广泛授权 认为他将在未来几年引导中国渡过危险的水域 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还提出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军事和文化大国成熟起来的雄心壮志 尽管国外不确定性不断增加 以习近平为核心领航者和舵手 会议的官方总结写道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系列艰难险阻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习近平利用这次会议表示 在病毒时的中国陷入几十年来最严重危机的九个月后 他的地位仍然没有受到挑战 并将重新振作起来 在没有提及中国在应对病毒爆发失误的情况下 这二百多名成员大家赞扬中国在很大程度上 遏制了病毒爆发的重大战略成就 文章表示党内精英在习近平背后表现出的团结一致 支持了他的政治优势 并将帮助他推动技术社会经济进步的有关目标 使得中国以及其执政党在后流行病世界中更加复原 党内官员表示 中国现在仍然面临着复杂的国际条件 所产生的新的紧张局势和各种挑战 而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则表示 习近平试图让党内相信 只有他习近平才有政治资源经验和决心 来拉动中国继续复苏崛起 习近平热衷于传达这样的信息 党对权力的控制是安全的 国家可以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党的宣传表示中国成功地抵制疫情显示了其制度优势 而北京现在承诺向世界分享潜在的病毒疫苗 即便如此 习近平也必须要应对中国多年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 病毒危机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失业率上升 并且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全球地位 与美国的关系达到了第一点 被贸易技术和人权方面的争端所拖垮 西方政府因为北京对于香港以及新疆的镇压而提出反对 中国的军事行动也让邻国感到不安 而在组建一个松散的全球反对中国联盟方面 中国自己为其中添砖加瓦 分析人士表示我现在想不出有哪个严肃的国家 特别是星际规模较大的国家 对中国和中国的行为没有担忧 随着习近平地位的巩固 中国政策似乎不大可能发生戏剧性转变了 普遍预计他将推动从二零二二年再担任五年中共领导人 这意味着他高度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 可能会再持续十年或者更久 届时他的执政时间将比除毛泽东以外的任何中国领导人都要长 毛泽东也被赞誉为伟大舵手 有专家表示这是习近平的一场大戏 试图要让高级干部们相信他值得支持 值得信任在十年后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 分析表示习近平对于中国崛起的愿景 在于加强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 并在技术上不断取得进步 以扩大国内消费提升产业 净化环境并且保护国家免受安全威胁 主题调识中国仍然有重大的增长机会 管理对自己有利的脱钩进程并为下一阶段的全球化设定条件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分析人士表示 在不只是美国继续与疫情作斗争的时刻 听到这样的自豪口气让人觉得十分惊讶 也很特别 而对于习近平来说 这次会议凸显了中国成功 比如在今年年初遭遇挫折后重振政治雄风 而中国官员们最初淡化了病毒的威胁 当时习近平面临着公众愤怒的急剧上升 现在中国的党的会议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美国投票大选只有不到一周时间 中央委员会闭门开会 如果内部有任何意义 宣传机器也会确保不会透露 会议结束后 中国官方媒体的新闻显示 习近平在持续的掌声中进入会场 听他讲话的官员们没有戴口罩 显示中国对控制病毒的信心 美国和中国的现状对比 对于习近平来说是取得国内支持的巨大资源 专家表示现在我们正处于二零二二年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前前期 没有看到继任者 各种迹象表明习近平将留任第三期 而专家表示现在习近平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培养 或者是至少确定一个接班人 他仍然必须在精英阶层中建立对他留任的支持 专家表示习近平最近的言论充满了对于中国崛起风险的警告 这似乎是故意为之 继续留任的理由可以围绕着一种即将到来的危机感 有经验的人必须留下来继续执政 这或许是习近平刻意做法 更为尖锐的是面对美国不断升级的压力 习近平在本月纪念中国加入朝鲜战争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曾经警告 中国人民不会害怕别人给我们找麻烦 而中央委员会表示中国现在要在军队现代化方面加出重大步伐 放出强力加强部队战备训练 同时委员会还强调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也将得到加强 学者认为中国在外交事务上咄咄逼人的做法加剧了其地缘政治挑战 但是习近平不可动摇的权力控制表明 领导层中很多人会冒险提出战略转变 此外中央委员会还表示 中国要在未来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体现了北京的雄心壮志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文章讲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侯彦祺 既在社交媒体秀出推广尼泊尔旅游的所谓艳照之后 又发布唱尼泊尼泊尼泊视频 共庆德赛节 其中歌词是我对你的心动犹如丝绸在空中飘荡 引发了外界的注意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推特为其点赞 有专家分析中国外交官释放出这样的信号 是希望可以逐渐摆脱死板战狼印象 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来推动交流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在周一发布了侯彦祺唱当地民歌丝绸飘扬的片段 以此来祝福尼泊尔当地的节日 而中国官方媒体则报道 其婉转歌声美丽景色引起尼泊尔网友一阵热烈好评 所谓的德赛节是每年尼泊尔日历六月大概公历十月举行 是尼泊尔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相传是为了庆祝诸神灵打败恶魔而奏 而丝绸飘扬是尼泊尔最著名的歌曲之一 不仅广泛传唱于尼泊尔在国际上也相当耳熟能详 而星岛日报文章分析 这不是侯彦祺第一次成为网红了 在去年三八妇女节 她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邀请尼泊尔总理夫人等政要参加 并且带领使馆女士一起跳起尼泊尔传统民族舞蹈 使馆网站称 尼泊尔嘉宾们热烈鼓掌静香合影 盛赞侯大使和中国女外交官们演绎的舞蹈充满魅力 让大家感动难忘印象深刻 而在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她曾经在推尔发布四张 本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名胜古迹前拍的所谓的艳照 照片中的她穿着硬红色长裙戴着黑色围巾 祝贺尼泊尔旅游年 据称当时这条推文在尼泊尔引发强烈反应 短短几个小时留言超过一百二十条 转发超过二百二十次点赞数过千 而专家分析表示这种大使来使用这种风格 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也有与侯彦琦熟识的外交官透露 侯彦琦这个人比较文艺能唱能跳个性张扬 而现在中国对外交官的要求有所松动 不再要求非常的庄重死板 而专家表示以前中国向来是万交五小事 在国际上很多地方引起了不好的评论 而且很难接地气 很难跟当地人去沟通 总有一种要拉大旗做虎皮的感觉 而专家分析现在似乎思路有所转变 一方面代表国家 另外一方面也要和当地人搞好关系 取得当地人的信任 因此外交官更需要表现自己的个性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对于中国外交片面死板的印象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美国大选政治相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 文章介绍川普总统以及拜登前副总统 在病毒大流行期间展开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造势运动 川普总统积极安排了数千名支持者参加的签名集会 而拜登则继续进行与他社会保持距离的驾车集会 公共卫生简报还有关于统一全国团结全国的演讲 除了两次辩论 两个人很少有交集 但是川普总统突然选择在行程中增加了今天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行程 而拜登原定在当天晚些时候出现在那里 在一个足球场外川普举行集会 而对于一位在民调中现在暂时落后的总统来说 在竞选活动只剩下几天的情况下 任何与对手形成鲜明对比的机会都将受到欢迎 而川普总统非常喜欢并且重视他所吸引的数以千计的 基本上没有戴口罩的人群 与拜登竞选活动现场冷清形成对比 在周三川普发布了一段视频对比了拜登抵达佐治亚州的演讲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出现在一小群集会者面前 而川普总统自己乘坐军用直升机抵达一个庞大的欢呼人群的上方 在他的演讲中总统用人群的规模作为证据 表示他不可能会输 但是拜登表示自己遵守公共卫生准则 而川普总统却藐视这些准则 正是他以及以特拉华州为中心的竞选活动 想要向选民传达的信息 而民意调查显示 拜登比川普总统更受到选民信任来处理流行病 就在病例上升和股市遭遇几个月来最糟糕的一天 但是选民认为川普总统在解决经济问题 以及让美国繁荣方面更有能力 民主党超级PAC美国优先的主席表示 川普坚持举行大规模集会 这实际上对自己有害无利 他认为他正在使得人们对他的信任程度 而对于川普总统来讲 在坦帕举行的集会相当于十一次大满贯 三月份在那里举行活动 就在病毒关闭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时候 是他不情愿被迫取消的第一批活动之一 川普总统表示 我们已经有超过十万张门票的请求 但认为我们可能不会让那么多来 因为这样的情况可能不大好 川普当时在与爱尔兰总理的双边会议上表示 你知道我们需要有一点社交隔离 直到病毒消失 他当然会消失 他很快就会消失了 但是当时三月只有三十二个人死亡 而截至今天美国已经报告了超过二十二万七千人死亡 但是对于川普总统来讲 重返佛罗里达州战场显然意义非凡 佛罗里达州被认为是川普总统必须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战场 而选择与拜登同天来到佛罗里达也是抑郁在人群规模以及气势上给拜登更多压力 展示人群对于自己的热切盼望和信心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军事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最新报道 北京方面在周四表示 美国驳斥了所谓计划中对中国声称的南海岛屿要发动攻击的传言 中国的国防部表示为了缓解地区的紧张局势 双方就危机管理举行了会谈 并计划在年底前举行海上安全对话 有关美国可能计划发动攻击的暗示 始于美国媒体报道九月在加州举行的一次演习 当时美军参与模拟岛屿攻击 参与演习的部队身穿军服 补丁上显示一架MQ9死神无人机 叠价在一张中国地图剪影上 这样的报道引发了中国国家媒体的愤怒回应 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说这是极其嚣张的挑衅 尽管愤怒 但是吴谦表示此事目前已经得到解决 他说美方没有制造军事危机的意图 愿意与中方建立稳定建设性注重结果的关系 在当前情况下两军保持沟通这非常重要 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表示 美国的国防部长埃斯伯通过军事外交渠道澄清了这一问题 表示这些报道与事实不符 他没有说明埃斯伯是对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出这样信息的 尽管解决了传闻中的袭击问题 但是吴谦借此机会也重申了北京对美国的警告 也就是美国必须停止在亚太地区的挑衅行动 他说我们呼吁美方言行一致履行承诺 停止对中国的军事挑衅 停止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行动 我们将坚决回击任何胆敢在海上挑起冲突的人 今年以来由于北京加强了对台湾的恐吓 而美国则以频繁的航行自由巡逻来回应 南海的局势一直持续升温 还有人认为下周美国选举可能为两国的军事对抗提供导火索 此外吴谦表示中美两国军方在周三和周四举行了危机管理沟通虚拟会议 并将在十一月中旬就人道主义援助和年底前就海上安全问题举行会谈 他说中方愿意继续秉持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 努力推进中美关系协调合作稳定 中美两国军方在一九九八年建立了所谓的海上安全磋商机制 以防止在空中和海上发生冲突 而最后一次会议是去年六月在青岛举行的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您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今天要为您着重关注到的是来自NBC的调查报道 在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文件泄露后一个月 有一份关于他的情报文件在互联网上疯传 其中涉及拜登以及儿子在中国的精心策划的商业利益以及腐败勾档 但是根据NBC研究人员和公开文件显示 这一份长达六十四页 后来为川普总统以及川普总统所信任的人传播的调查报告 似乎是一家名为台风调查的假的情报公司所为 根据虚假信息研究人员的分析 该文件的作者是一位自称瑞士安全分析师的马丁阿斯彭 但是他的身份是捏造的 阿斯彭的资料照片是用人工智能人脸生成器制作的 根据公开记录还有社交媒体搜索 阿斯彭所列出的情报公司表明 没有这个人以这个名字为公司工作过 也没有这个人以这个名字居住在瑞士 该文件的原始发帖人之一 是一位叫做克里斯托弗鲍尔丁的教授 在被问及文件的部分内容时 他将自己作为作者之一介绍 并表示阿斯彭本人并不存在 尽管文件的作者身份和匿名来源有问题 但是其声称亨特拜登与中国共产党有各种联系 这种联系此前已经有报道 但是其中有一些内容是此前并未报道 并且无法辨别真伪的 在十月十四日的时候 纽约邮报刊登了一份未经合适的泄露文件 包括来自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以及特拉华州苹果维修店老板 声称的亨特拜登的泄露硬盘 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的助手 包括朱利安尼本人 还有前白宫首席战略师 斯蒂芬班农 曾经承诺会有更多的泄密资料流出 但是这样的一份情报文件 后来却引起了中国网友的很多关注 原因是其中涉及到了拜登家族在中国的更多生意 台风调查文件最早在九月发布在情报记刊上 根据介绍这是一个致力于收集每日重要新闻的匿名博客网站 历史域名记录显示 该博客的注册人是阿尔伯特马克 他自称是政治经济顾问 在自己的推特简历中列出了这样一个博客 而当被问及文件出处时 马克表示这是他从鲍尔丁那里得到的 鲍尔丁是越南富布赖特大学的副教授 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 他在十月二十二日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这一份文件 这具例文件最初发布已经过去了七周 鲍尔丁在给NBC的电子邮件中说 我本来真的不想这么做 但是在大概两个月前 我收到了一份有关于拜登在中国活动的报告 媒体根本拒绝报道 我想强烈强调这一份报告不是我写的 但是我知道是谁写的 而鲍尔丁后来向NBC新闻表示 他的确写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他说我撰写了报告的小部分内容 并且参与了报告的编写和审查 作为一名研究人员 由于对外国虚假信息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最重要的是报告记录了来自公开和未公开来源的活动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地记录引用和保留信息 以便将公认的事实置于公共领域 鲍尔丁说阿斯鹏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个人 完全是为了发布这份报告而创建的 鲍尔丁没有透露文件主要作者的名字 说由于个人和职业风险 报告的主要作者要求匿名 鲍尔丁说这一份文件是由苹果日报委托撰写的 而苹果日报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除了将这一份文件发布到自己的博客上 鲍尔丁的文件也在其他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鲍尔丁是美国人 二零一八年前一直在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经济学 他经常批评中国政府 今年他作为揭秘中国深圳震华数据科技公司 全球大宗数据收集行动的消息来源 而成为新闻人物 根据社交媒体分析工具 有关于报告的相关报道 在网络上获得了七万次的公众互动 其中包括脸书推特等多家媒体平台 而这份文件之所以得到虚假信息研究人员的关注 部分原因是文件作者的形象 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托马斯 在网络上搜索台风调查公司的阿斯鹏时 首先发现了假照片的蛛丝马迹 托马斯找到了阿斯鹏的推特账号 该账号在八月十五日发布了一个链接 链接到了台风网站的页面 该页面包含了这份文件 而阿斯鹏的资料图片立即显示出 电脑甚至是一些网站可以制作的合成图片的迹象 阿斯鹏的耳朵不一样是其中一点 但是他的左眼却泄露了他并不是一个真实人的关键线索 阿斯鹏的左眼红膜突出 似乎形成了第二个瞳孔 这在电脑生成的面孔中是常见的错误 托马斯表示最明显的迹象就是红膜的不规则形状 这张资料图片在推特中看起来很有说服力 但是当我们把它放大到全貌时 立刻就让人产生怀疑 而托马斯随后咨询了分析公司的调查人士 他也注意到了电脑合成脸孔的另外一个明显标志 团队已经发现了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把很多这样的图像叠加在一起 那么眼镜就会对齐 我们把这个图像这样做 结果眼镜果然对齐了 阿斯鹏的身份其他部分也是从网络的不同地方盗取的 阿斯鹏的脸书页面创建于八月 上面只有两张照片 都是他的新房子的照片 这些照片可以被追踪到旅游网站 Trip Advisor 而台风调查的标志则是从另外一个非盈利组织 台湾事实调查中心中摘取的 阿斯鹏在领英的个人资料上声称 从二零一六年到二零二二年 他曾经在一家名为瑞士安全解决方案的公司工作 但是这一家公司否认曾经雇佣过任何一个叫做阿斯鹏的人 并表示发现了另外两个假装被该公司工作人的假账户 马丁阿斯伯从来都不是瑞士安全解决方案公司的自由职业者 更不是我们的员工 我们不认识这个人 根据我们的尽职调查软件 此人在瑞士并不存在 董事长这样表示 并且说公司现在已经向领英举报了这个人 而计算机合成的面孔已经形成了网络水军的主要行为 在十二月脸书取缔了一个用电脑制作的面孔 相关的假账户网络 删除了六百多个与行动有关的账户 而在上个月脸书又删除了一批源自中国和菲律宾的电脑生成资料 其中有一些资料发布了反对川普的帖资 而斯坦福互联网观察站的研究人员则表示 计算机创建假身份在虚假信息活动中非常常见 部分原因是这样做成本非常低 观察人士在上个月帮助检查了很多与保守派非盈利组织有联系的人工智能面孔 他说计算机生成的个人资料图片可以用来建立网络水军 以人为的支持一项活动 或者使得这种虚假信息行动更难被发现 调查人员为了了解正在传播的事情 其中一件就是看这些账户是否真实 如果他们使用的是假的照片 这可能就是意味着有一些不诚实的事情正在发生 使用人工智能生成面孔 可以保障你在互联网的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个人 而在事情发生之后 鲍尔丁教授在个人推特上面又进行了回应 他强调自己针对报告中的内容进行了事实核查 而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不是他本人 主要作者有着职业风险 如果自己以真名发布这样的报告 可能会受到伤害和复仇 因此他们才选择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发布报告 同时鲍尔丁强调使用匿名来源 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批评这一点似乎并不公平 同时他说NBC的报道背弃了之前的承诺 也就是有一些是不应该发表在网站上的 比如苹果日报为这篇报告的背景调查付出了钱 同时鲍尔丁强调 他再次认为整个报告的整体内容是真实的 并不存在刻意虚假的情况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四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选择订阅华尔街电视频道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拜登硬盘失踪的最新进展 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在节目中说 一个包裹短暂失踪里面有一个优盘 里面有与拜登家族商业投资有关的文件 目前尽管优盘是找回来了 但是具体情况是什么还没有答案 在今天的节目中也就是在他宣布包裹失踪后的一天中 卡尔森谈到了UPS是如何追踪到失踪的包裹的 但是表示UPS没有办法回答优盘是如何与装优盘的信封相分离的 卡尔森表示信封是安全密封的 这我们知道两位目击者看到我们的制作人封好了他 UPS也没有意义 那么包裹是被机器意外撕开的吗 这似乎不大可能 UPS说这种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所以我们只剩下一个明显的解释 有人出于原因拆开了我们的包裹 取出了一个优盘 里面有对拜登家族有损害的文件 我们很想知道谁会这么做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 此前在周三卡尔森宣布他的团队获得了一批机密文件 在运往全国其他地方的时候突然消失了 他表示他的工作人员是在周一收到这些文件的 这些文件从纽约被运往洛杉矶 当时这一位电视主持人正在采访亨特拜登的前商业伙伴伯布林斯基 他表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知道他儿子的外国商业交易 而老拜登则否认了这样的说法 周四在UPS宣布发现这些文件后的几个小时内 卡尔森表示他的团队询问UPS是否可以检查装着这些内容的信封 但是运输公司说他被扔掉了 他还指出UPS告诉他的团队 包裹消失的分检设施中没有摄像头 而卡尔森说我们今天拿回了U盘这很好 但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些答案 此外他表示他的工作人员在邮寄文件之前 已经将文件复制了一份 这位拥有有线电视新闻最高收视率节目的黄金时段主持人还表示 他的团队还有几份与拜登个人生活有关的文件 但是出于对亨特拜登隐私的尊重不会公布这些文件 他说有很多关于亨特拜登个人生活的文件我们没有给你们带来 我们也不会带来 我们应该告诉你们的原因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 那就是亨特拜登不是在竞选总统 所以这些文件当然和他父亲有关 但是亨特拜登在这一点上只是一个堕落的人 卡尔森说我从来不认为亨特拜登是一个坏人 我认为他心中有恶魔 但是在我认识他的时间里 他大部分时间都控制住了这些恶魔 在某些时候他失去了对这些恶魔的控制 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外交政策的独家报道 文章表示罗斯在运作中美贸易战的同时 仍然留在中国合资企业董事会 根据文章介绍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博罗斯还有其他川普政府官员 与中国副总理刘鹤还有其他高级官员一起进行贸易谈判 罗斯此前是一位投资人 后来转为美国商务部长 长期以来一直被指责有违反道德许诺 因为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商业关系 而外交政策获得的独家文件显示 罗斯围绕中国企业的潜在利益冲突 比之前所知的还要大 在外交政策获得的中国企业文件中 罗斯被列为在一家中国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任职 直到二零一九年一月 距离他担任商务部长任期还有两年时间 这一家合资企业现在的名字是华能投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是美国管理公司旗下的一家服务公司 与罗斯创立的公司在二零零八年九月成立的合资伙伴 而华能资本服务公司是中国国有大型发电企业 中国华能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这些文件与在中国企业数据网站上找到的信息一致 包括董事会成员的日期 这些文件没有说明罗斯是否因其董事会席位而获得报酬 也没有说明罗斯与合资企业之间是否存在财务关系 目前不知道罗斯是否知道自己仍然在董事会席位上 最近的文件没有包括个人董事会成员签名或者是印章 而获得的中国文件表示 罗斯在二零一九年之前一直在合资企业的董事会中 此前并没有有关报道 中美贸易战从二零一八年夏天开始升温 北京和华盛顿对对方征收越来越苛刻的关税 在罗斯作为美国商务部长监督贸易战的同时 根据文件他仍然是董事会成员 罗斯在美国商务部发出的一份声明中回应说 外交政策杂志没有有据可查的事实 包括我向他们提供一封有日期和签名的辞职信 而是以所谓的中国文件为由 宣称我仍然在中国公司董事会中 罗斯提供给外交政策的信件日期是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标明机密 主题是罗斯辞职 在这一封信中罗斯写道 自己应被视为已经从公司下属每一个实体中退休辞职或者是退出 罗斯列举了几十家他声称这封信适用的公司 包括与华能有关联的公司 但是外交政策咨询的中国公司法专家表示 根据中国法律给母国母公司辞职 并不能够将其从中国公司董事会中出名 没有退出董事会可能只是无心之失 但是你所说的显然不是虚妄之言 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专家表示 中国公司毫无疑问的确定 他在二零一九年二月一日之前仍然是正式的董事会成员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 整个情况仍然更加复杂 罗斯商务部长的职位让他能够影响中美贸易战 还有美国全球贸易政策的走向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罗斯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 直接从合资企业中获益 但是像这样的纠葛历来被视为潜在的侵犯国家利益的行为 专家表示公众的信任要求 所有政府雇员都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 在履行政府赋予职责时 不接受任何实际或者是有可能被认为造成实际冲突的影响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在罗斯被确认为商务部长后不到一个月 该合资公司与母公司华能 还有中国大型保险公司 泰康的子公司泰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两家公司筹款五十亿元人民币 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 这使罗斯在商务部的影响力 也是直接受到贸易关税影响的市场 罗斯与泰康合作的关系此前并无报道 而外交政策获得的一组日期为二零一八年的文件显示 这些合资企业提交文件 说明其之前的董事会成员哪些将继续任职 而罗斯的名字在这份名单上 另外来自二零一九年一月的文件 就将罗斯从董事会中剔除 并任命另外一位投资人来做新的董事会成员 而二零一二年九月 罗斯当时出席了一次董事会 并由其他董事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 其中包括将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一点七亿元人民币 总投资额增加到五点一亿元人民币 并将合资公司的名称 由华能罗斯投资咨询公司改为现在的名称 罗斯一直看好在中国的投资 他和他旗下的公司一起成立中国合资企业 以开拓中国发电能源的私募股权投资 该公司在二零零八年的新闻稿中说 二零零零年罗斯成立了自己名字命名的私募股权公司 专注于不良资产 而在二零零六年他将公司卖给了基金管理公司 罗斯此前就被多次警告违反道德规范 但是在罗斯二零一八年的财务披露报告中 仍然有巨大的错误 在报告中他声称自己在二零一七年已经离开合资公司 但是尽管后来资料显示他仍然是多家合资企业的董事 在电力行业与中共关系密切被视为在投资领域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该行业是由与中国官方关系良好的国有企业主导 比如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从一九九年开始执掌华能 直到二零零八年夏天离开成为山西副省长 而他现在是中国的交通部长 文件显示二零一八年到二零一九年与罗斯一起在董事会任职的另外五人中 至少有两人是共产党员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有关的消息 现在国务卿蓬佩奥在亚洲继续他的行程 在印尼访问期间他与印尼外长和总统会晤 致力于强化双边关系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蓬佩奥特别提到了印尼对于宗教的宽容 并且称赞印尼华侨贡献 他说印度尼西亚为世界提供了积极的榜样 说明不同信仰不同族群还有政治思想 可以和平共处并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分歧 同时他也说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试图让世界相信 他们对于新疆穆斯林的残暴行为是必要的 是反恐努力的一部分或者是扶贫努力的一部分 对不同的听众给出不同的说法 而在访问印度时蓬佩奥则说 宣布与印度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安全协议 这是朝向与南亚建立更紧密联系 并抵御中国在地区影响力方面的重要一步 蓬佩奥说这关系到安全 而我刚访问过的马尔代夫还有其他岛国 都由于中国共产党继续其违法而威胁行为 具有了新的重要性 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与印度人民站在一起 因为他们面临着对其主权和自由的威胁 分析人士表示蓬佩奥主要访问的是那些从中共获得重大基础设施 自尽援助的国家 现在他们都认识到这笔钱是有条件的 而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在周三则表示 这是一种新的做法 中国花费了大量的钱来欺凌其他的国家 无论是欺凌在南中国海的国家 还是在香港或者是在台湾问题上违反承诺 你知道这是一个惯于顿足垂胸 利用国际社会的国家 发言人还表示在南亚的每个站点 蓬佩奥都强调了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并对在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 还能够面对面进行外交 表示欣慰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 这是华尔街网报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